这场的美国总统大选 除了人们所关心的 Hillary跟川普 谁会当选 或者是一个最有政治经验 但是人们不信赖的传统政客 跟一个苏人政治这个面向之外 其实更重要的是 它对全球经济可能产生的冲击 美国是全世界现在 第一个复苏的发达国家 全球对它的经济依赖非常强 第二个 美国会重塑全世界 对许多议题的政治和经济的见解 而这场美国总统大选 正在改变 从1989年柏林围墙倒塌之后 全世界对于什么 叫做对的经济主义的见解 在1989年柏林围墙倒塌 人们毫无节制的拥抱资本主义 因为对抗它的共产主义 正式的灭亡 而市场经济 完全不考虑任何社会的正义议题的 全球经济的资本主义发展 终于发展出了 到了2008年的金融海啸 这种贪婪式的资本主义 在这场美国总统大选 全面的爆发开来 而且开始树立新的 对美国应该有的经济主义 跟政治主义的看法 这里头包括了 要不要提高关税 要不要进行对于生产链 移到其他国家的出逃税 这是真是希拉蕊所提出来的 云不允许一些美国 自己本国的公司 在海外低税率的地方 设海外总公司 然后没有保税 缴回美国 像脸书最近就收到了 美国国税局IRS 惩罚他 要求他 补缴税款 50亿美元 这些事情都在改变全世界 而使得 这些事情可以被改变 有两大动力 第一个当然跟金融海啸有关系 第二个 跟美国从2000年开始 因为全球化加速度的发展 非常多的中下阶层的人 失去工作 2008年金融海啸 他们的状况更惨 第三个 Bernice Sanders的参选 Bernice Sanders 可以说是过去几十年下来 很少见的政治主义者 因为过去参与长期政治的人 他已经丧失了理想 但是Bernice Sanders 他仍对政治抱持着他的理想 政治和现实不需要妥协 只需要遵从你个人的理想 让我们来看 在美国这次中共大选里头 因为一场金融海啸 因为美国所面临的十字路口 所出现的难得的 具备高度理想特质的政治人物 他给美国带来的改变 也可能永久的改变了全世界 在美国民主党正式提名希拉蕊的 全国党代表大会前夕 危机解密爆出泄密风波 证实美国民主党高层确实尝试破坏 希拉蕊初选中的强劲对手 桑德斯的选情 一万九千多封外泄的邮件 让民主党高层哑口无言 无可辩驳 这下再怎么大打团结牌 听在桑德斯支持者耳朵里 只觉得更加讽刺 民主党这道裂痕更深了 全代会第一天 高层希望见到的大团结场面 便会出现 反而演变成 徐生不断的混乱与失序 尤其当台上一提到希拉蕊 和竞选副手凯恩的名字 另一位民主党重量级议员的演说 也持续受到台下 自顾自的唱颂式口号干扰 一场集会各自表述 桑德斯的支持者 只能用这种形式的党内叛变 让自己不满的声音被听见 桑德斯得知支持者 在全代会闹场的计划 事先特地发简讯与email 试图说服他们打消念头 现然并未发挥作用 在一群自称博尼党代表串联的集会上 失望透顶的死忠支持者 连对自己的英雄也照须不悟 但桑德斯不为所动 坚守着大势大飞 对他来说 此刻民主党当务之急 是团结一心对抗川普 桑德斯在民主党全国党代表大会的出场演说时间 是经过刻意安排 以安抚场内鼓噪的情绪 他已走上台 全场欢声雷动 谢谢 祈力鼓掌 欢呼持续了整整三分钟 桑德斯一句开场 就重复了三次 他感谢支持者一路相挺 但他仿佛告别演说的语气 让场内许多人哭红了眼 我明白 我明白 那很多人 在这个设计座 和在这个设计里面 都在这些设计的 都在这些设计 都在这些设计 都在这些设计的 都在这些设计 以外的國家 我希望你們有大誠的誠心 在我們有所成功的歷史 我們有成功的歷史 我們一起成功的歷史 一起成功的歷史 我們在一起成功的歷史 他坦诚和希拉蕊有歧见 但这正是民主的真谛 它是不论论的 Hillary Clinton和我认为 很多事情 这就是这些事情 这就是这些事情 这就是什么 是什么是什么 是什么 我愿意告诉你 在这个计划的计划 有一个很大的 沙德斯打了極為漂亮的一場選仗 但也是在這裡 他的戰役終究落幕了 他生死力竭 全力為希拉蕊護航 尤其在面對共和黨的 強勁對手川普 他說希拉蕊一定得贏得總統大選 即使他遭到民主黨不公平的對待 選戰打得格外辛苦 但此刻桑德斯不見任何委屈不甘 大器的配合民主黨唱著團結的主旋律 Hillary Clinton will make an outstanding president and I am proud to stand with her tonight Thank you all very much 然而仍有一部分死中鐵粉 無法把票轉而投給希拉蕊 他們不信任他 認為他和財團以及大企業過重盛名 也不相信選後 他會設法消除貧富差距 並延續桑德斯的自由派政治革命 Are you disappointed in Senator Sanders No I'm not in no not at all He did what he had to do And he's a man of his word He has integrity and honesty and trustworthy And that's why we stood behind him And the other candidates does not have those qualities So I feel like the better man lost 場外警方一整天 共逮捕了大約30名 試圖攀越臨時圍禮的示威人士 民主黨全代會場外的抗議規模 比一週前共和黨全代會更大 這是許多人始料未及的 第二天的民主黨全代會上 依照流程 一週週公布希拉蕊和桑德斯 所得到的黨代表票數 這通常只是聊背一格的程序 今年卻有了個動人的插曲 桑德斯定居在英國的哥哥 代表海外選民 把黨代表票投給親弟弟 I want to bring before this convention The names of our parents Eli Sanders and Dorothy Glassberg Sanders They did not have easy lives And they died young They will be immensely proud Their son and his accomplishments They loved him They loved the new deal of Franklin Roosevelt And we'll be especially proud That Bernard is renewing that mission It is with enormous pride So I cast my vote for Bernie Sanders Thank you very much 輪到桑德斯的風蒙特州後 他再次做出彰顯團結的友善動作 Our Senator Bernie Sanders And I move that Hillary Clinton be selected as the nominee of the Democratic Party for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這一刻起 希拉瑞正式成為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 但場外的示威者仍然不買帳 They want Bernie Sanders They want the superdelegates to change their votes for Hillary Sanders For Hillary Clinton They say that he is the only one that can beat Donald Trump in the fall Barring that they want another party to come out of this They say they will never vote for Hillary Clinton And this is the beginning of a Dem exit Democratic exit 危機洩密事件後 他們更堵信 希拉瑞偷走了民主黨黨內初選 大團結恐怕死亡 MING PAO CANADA